嗨 各位親愛的小弟老闆又來了 今天這集一樣是回答問題 那有小老弟在問我之前這個 ZHG的這個聖母風的這個保護殼 他說這個磁吸比較弱 那會不會真的弱得很爛 或什麼 來讓我去分享一下說我使用的心得 那我一樣會把這個開箱的評測的連結放在下面 另外你要在那邊購買 就那個DJ Shop 帝君的也可以去買 好那我先講一下說這一個聖母風 他我用的一個使用的心得 他的磁吸我覺得是弱了一點 但是他可以有一個方法可以改善就是 倚靠你的磁吸的裝備 那這個我等一下再來談 首先他這個聖母風呢 他是這個Max Protective 就是他ZHG的產品裡面最高防摔的 所以他的這個防摔到6米 6米這個是最強的了吧 你像一般的大概三四米 四米都就很強 那是6米 就是等於說也接近那種三房殼最高等級了 而且他做起來他的體積是也不會很厚重 然後他現在ZHG的都有這個石墨吸 聽說會可能會輕量化一點 又會更強強硬的這個防護力 那我是不懂這個石墨吸到底是怎樣 但是也許是噱頭啦 但是至少有新的嘗試 那我們來看一下說這個產品的這個 我說這個他還是很 顏值還是很高啊 第一個他的這個邊啊 第一個很服貼以外 他其實做的有點像 Utherbox symmetry那樣子 斜斜的斜進去 然後所以他的邊我覺得是非常漂亮 而且他會把那個金屬的部分咬住 所以我現在這樣看就是 這個殼的這個整個外觀非常的漂亮 另外他有做三個按鈕 所以這三個按鈕在按的話 都是非常的好按 所以不用置疑 另外ZHG他的好處是 他的邊會做這個指滑的刻痕 所以這一個殼其實在抓握旁邊也是 你多了一個就是防滑的觸感 我覺得握起來也不錯 另外他的這個邊啊 或這個設計零零腳腳 我覺得都非常漂亮 而且他是這種防張防無的 這種殼其實你就是可以把它用的 隨便亂弄啊 亂七八糟 而且他是他這個系列等級最高的嘛 所以你就可以隨便亂塞隨便亂放 而且他放的話 他是中間這一塊也有凸起來一點 還有他的這個鏡頭雖然 他是有加高的 可是你放下去的時候 其實你會發現他其實是蠻穩的 他可以站立在桌上 所以我覺得這一款殼其實 就是蠻不錯的 開孔什麼都是 顏值非常高啊 那尤其如果像有白色手機 用這個灰色的 我覺得很樸素又很有質感 又有點像 Uterbox Defender那種感覺 可是樣式又更 我是覺得更漂亮 另外他也有支架 他支架做這個也金屬的 很有質感喔 你可以直接這樣放 也可以直立 他的這個支架 又不會影響你磁吸 他是直接做在下面 開關都是非常好開關 所以這些GG這個聖母風的 我覺得也不錯 那我說他可惜的地方是說 他的這個Megasafe 如果你是這個磁吸的充電 又或者是你這種磁吸盤 他吸的話就是比較弱 所以你看我這樣子 我就拉不起來 你是可以磁吸 可是他的這個重量 他就是你可能拉不起來 你一碰他就掉了 像我這個Morphe的這個 我看一下可不可以充 可以充啦 但是你看他就是比較弱 所以如果你是這種充電的這種裝置 可能他就是比較要 就是放正面的 你可能 如果你要拿這個充電裝置 你可能要整個拿住 不然他有可能會掉 比較不那麼 不那麼強啊 那但是我說他有一種方式的改善 就是說 像你如果測試 比如說像我們一般的這種支架 或車用的支架 其實呢 他的這個磁吸是比較強的 所以你看我在吸的話 其實你一般的支架是 他的吸力都絕對夠 所以你可能你在挑的時候 你去挑說他這個產品 他會跟你標榜說 他的這個吸力這邊是很強的 那你在貼這個聖母峰的這個產品的時候 就會比較牢固啊 那車用的支架 我知道車用的這個磁鐵 或什麼磁石都很強 所以他這個產品用在車用 應該也是沒問題 但是有可能是說 你現在一般的市售的這種 這種充電器或什麼 他沒有標榜說 比較強的磁石的話 就是這之前以前做的產品 包含原本這個蘋果做的這個充電盤 這個都12就出了嘛 所以他們的這個磁石沒有很強 所以你在吸就是會比較弱啊 所以我是覺得 就是可惜在這邊 但是如果你自己主動去挑選這些裝置 你去選這些比較強吸力的裝置 我就是覺得可以解決聖母峰這個問題啊 所以聖母峰這個產品 我還是覺得它是 它是一個不錯的殼啦 因為整體顏值啊 設計啊什麼都沒有太大問題 所以如果你是磁吸需要很強的人 那可能這個你就要去考慮 但是如果你很喜歡它這個外型 你想要去改進它的話 就是你盡量在選這些充電器 或者選這些磁吸的裝置的時候 你就選這種磁力比較強的 比如說它的這個行動充電 它的那個包裝盒 我跟你說這個充電器很強的吸力 可以去輔助這個把它吸起來 那就可以解決聖母峰這個問題 又像你一般的普通的像這種支架 普通的支架一定都是吸的比較老啊 你看所以我這個吸就可以用起來 因為我這個支架的這個 它的磁石就很強啊 所以就是盡子一集就是 跟各位去分享說 GAGG的聖母峰的這個吸力 的確是比較弱 但是如果你真的很喜歡去客服 就是去找那個吸力比較強的裝置 來吸來彌補這個問題 那普通的話 如果一般的充電或什麼 我建議就是放正面的上去去吸就好了 就是這樣 所以盡子一集就是 我還是認為這個不錯啦 因為以這個6米 6米的防摔 然後大概一千 一千六百九的這個價格 我是覺得 一千六、一千七 那你看有沒有折扣或什麼 我是覺得 這個價格在高防摔的殼裡面 一千六、一千七算便宜的 那所以就是這一集在跟你這樣 做一個回應 那你再去參考 好那今天這一集就到這了 我希望對你也會有幫助